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主女主内平安 我是一个患了十年抑郁症的患者 这段时间 其中入院都经历了五次 病情都反反复复 而且共有自杀倾向 而且有能力又差 生活又懒散 日日睡夜又睡 又悲观献世 又自责又自罪 有抗年的自卑体验 情绪又低落 而且奉苦来生体验 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在2013年的3月份 是一个姊妹 郎敏晶的帮助客 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在3月31日 接受了洗礼 洗礼之后 教会送了一本圣经 那本圣经 我现在也不保留 我打开圣经第一页 牧师写了 一个《约翰福音》 第十章第十字的经文 给我 道策来了 无非要你偷舌 殺害毁坏 但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那时候 我真的不愿意看文字 也不愿意看书 那些人 我装一本圣经 放在家里 看都不看 放在一边就算了 平时主耶崇拜 有时间就参加 没时间就不参加 没有装处放在第一位 每次都是按照自己的人意去做 没有按照主意的提示去做 那时候就不臣服 而且到2014年8月 我自己停了药 自动停药 那21年的病情又在复发 又有轻生的念头 那次我砌了院后 我就说成是这样 反正都是这样的 那我就要求 罗敏精姊妹 和晓东姊妹 每次都和我讨告 我要求和我讨告 就成了一个依赖姊妹 和我讨告的人 总之自己就不读圣经 就是无心得读 不读圣经 每次都依赖姊妹 和我讨 还有慧慧斯 和碧斯姆 她都经常和我讨告 那我觉得 一定要找人讨告 我的忧畏症 才会好的 食药 都是身体上的帮助 但是精神上的帮助 一定要人讨告 真的很感谢主 在2016年的五六月份 敏精和晓东 决定不和我讨告 她要我自己 亲自读圣经 她说你读五入 都要读了 但我都不听她说 我说你都不是服侍的身 还说教会有个服侍的身 服侍人是新鲜 经常她们讨告 帮我讨告 又不帮我讨告 又不帮我讨告 又得我事生自灭 我也觉得 教会也不太好 不信你了 我也自己有意做 直到2016年的 9月份 10月份 浪雨昕牧师 来到我们教会 当中分行 分行 晓东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 说浪雨昕牧师过来 我们教会 快点过来 听听浪雨昕牧师的分行 那时就很难申请 我说听哪个分行 都是这样的 我又不是 我又觉得 你们教会的人 都不是帮我的 我就觉得 不去了 在晓东抗烈的督促下 打电话打了几次的情况下 就终于来了 浪雨昕牧师很忙的时候 都抽点时间 那就是我祈祷了 但浪雨昕牧师祈祷之前 他叫我承诺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每日都要读圣经 每日都要读 读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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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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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就是 好完之后 要做分行见证 你做不做到啊 那时我真的为了 为了每个精神 每个压抑 开心 我说 偷偷都答应 我也很答应 那我回到去之后 其实是我自己 都是很不臣服的 他叫我读很多词经文 我只是读一诃折 偷懒就读 也感谢主 感动我小女 读三年级的小女 每天都读我读 和大令和一起读 我说妈妈都读五语 她说五语一语都要读啊 大令和一起读 我连续这样读 连续三个月时间 那我就开始 那个灵就开始苏醒了 加上是 阿山妈 还有 苏神 介绍了一个中药秘方给我 做了一个星期 那个灵就开始苏醒了 那我就觉得很感谢主 开始对主有神身了 我就开始 每周 每周的主要崇拜 我也有参加 就很远了 去广州了 我也有很多去参加 那真的要感谢主 永耀主 但是 到现在为止 状态是非常之好 就是 无论是身体方面 和其他方面都很好 就好了 2017年1月22日回家 回到韶关 我老公老家 那呢 我女儿呢 回到当天晚上 已经是很晚了 已经是有 八点晚上 八九点钟了 那我女儿说 要在车里拿些行李出来 那呢 我女儿呢 不小心呢 拿了行李之后 拿回家之后 回家的途中呢 那条铐匙呢 毋生地 跌到河里面 哇 当时的河水流得很快的 流得很快 那我都 我都 我们家人都不知道 怎么办了 唉 这次肯定回不了庵域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就 求神帮助了 我就开始祷告了 我说 主要你 真是求你帮助我 带你我和我先生呢 可以 可以 把铐匙找回来 如果找不到铐匙 回来呢 真是我们回不了庵域 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说 很诚真地和神讨告 真的过了一段时间 我老公就 想了一个办法 那他就 在家里面 找了一条 小小的瓷铁 就绑住 这样 就试一下 瓷 瓷在水里面 很奇妙 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 那个瓷铁 一次就刺中 那条铁匙了 因为你等一下 那个时候 水流很急 水流得很急 是去水流的 但是 带领我老公 把小小瓷铁 都可以刺到 他把铁匙回来 还要是 铁匙用风筒 吹回干涟 遥控 竟然没有坏 还可以 遥控 还可以 遥控 我就是神的见证 我先生 亲自目睹 这个见证 他真的觉得很神奇 所以我跟他决志 讨告 决志之后 他都慎服主 第二个见证 也是过年前后 我老公不断地打证 打到他都用了无数方法 用了无数药物 他都觉得没有效 不断地打证 打到他都已经没有脾气了 没有办法了 我见到他这么辛苦 我就想 试试求神帮助 按手在他的室 跟他祷告 我祷告之后 过了半小时 一个小时 之后 真的不打证 已经是很舒畅 没有打证 真的 有第二个见证 很多先生也见到他的见证 第三个见证就是 2015年 2016年 已经有三个亲人 不在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 这么坚困地